重点动词需要动词 我们因为有一个经文叫need 它后面可以接兔元V也可以接RNG 那基本上是以主词做决定 如果主词有能力 你就帮我写兔元V 通常主词是人 那如果你主词没有能力 我们通常后面要接的是RNG 我们的主词通常会是一个误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题组吧 No.1 I need to study hard 我需要努力读书 我能够自己去读书 所以有能力写兔元V No.2 I need to go to the toilet 我需要去上厕所 我自己有能力上厕所 所以一样我也写兔元V 第二组 No.1 The soup needs heating 这碗汤需要加热 他们不会自己加热自己 所以你要写RNG No.2 The plants need watering 这些植物需要浇水 植物没有办法自己帮自己浇水 没有能力 所以你也写RNG 那这地方有一个同场加音 稍微帮我注意一下下 只要能够写成RNG的 你也可以写成 to be加PP 也就代表你这里可以写 need heating 你也可以写叫做need to be heated 一样的道理 你这里可以写need watering 你也可以写need to be watered 这是一样的答案 这是一样的答案 OK 那继续往下我们再来看到 need有一个比较麻烦的用法 称之为叫need当助动词来使用 need当助动词来使用 它有诸多限制 据说他只能用在否定句 疑问句 现在是 而且他没有动词变化 他有好多好多的限制 可是我给你一个观念 need当助动词来使用 它是一种改写 什么意思 need后只要有看到 don't need to 或者是doesn't need to 只要是写成 don't need to 或者是doesn't need to原V的 他就会等于need等原V 一样的道理 只要能够写成 do或者是does 主词加need to原V的 他就会等于need 主词再接原V 我在讲边 你把它当作是一种改写就好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下面的例句吧 number one he doesn't need to stay home 你也可以写成 needan stay home 我在讲边 只要写成 doesn't need to原V 就等于needan加原V 一样道理第二题 number two does he need to stay home 你也可以写成 need hee stay home 这是一样的答案 你就记得 这只是一个改写 这只是一个改写 所以基本上 如果我有考到need当注动词用 你就把这两个改写方式给记起来 基本上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就不写得 Beach 这可能 Profess它是三个改写的 不写得 所以我感写得